慶祝媽祖聖誕 台東天后宮於5月13日早上 頒發獎學金 給縣內國高中的同學 共152位 這是本宮翁尼一直 繼續辦理到現在 可以說本來 國學的讀書來推薦 我們今年 青春期生 國中生有80名 一個人可以拿到獎金5千塊 國中有72名 國中生可以拿到3千塊 我的球鞋過程 也算是很坎坷 因為這個 父親早就 早年就去世 那都要這樣到處分拖 那其實在四五十年前 那時候整個社會福利 台灣也經濟剛起飛 雖然說不像現在那麼多的獎學金可以拿 但是我們那時候也受家務中心的一個照顧 那其實給我們很多在精神或是實際上的一個鼓勵 我想我們今天不管說我們這個家庭不管是背景是怎麼樣 這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這個是先天父母或是社會環境造成 但是讀書是上帝給年輕 給窮人的一個 鐵開了一張天窗 這個是靠我們自己可以努力而來的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媽祖廟我們天皇宮 我們的林檔署長 他才認這個 我們主任委員以後 可以說非常的用心 而且每年所辦的獎助學金的頒獎 可以說是規模越來越大 對我相信在同學的求學過程當中 產生了一定正面的幫助跟肯定 林友德董事長 勤勉大家懷著感恩的心 將來有能力的時候也能幫助別人回饋社會 台東所在綜合報導